突出那么一点点的酸香醋香的味道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溜肉片来 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这个就是大众切配方法的一种配料 实质香菇竹笋青豆是这个菜的配料 但在我们小的时候小饭店 就是我这么做 切成菱形片 小一点的不要太大 黄瓜 那个是胡萝卜 但它俩切的不一边大了 我就不修的了 咱们要直到就行 片的厚度那三少米厚就行 不要太薄 溜里脊 就是里脊肉 溜肉片 随意拿一块的肉 溜肉片是加酱油 但摘有的地区呢 溜肉片喝这个溜里脊 它俩的烹调方法是一模一样 都不使酱油 还有这样做 我这使酱油的 听准 这块肉呢是猪的后座 这块肉切柳叶片 除了这个效果能比较好看 标准说两只三号米 就这么说 刷出来你得是这个板形的 树叶啥形它就啥形 你这个菜就做得好 剩下一块拍 这样就行 放松 清水里洗一下 必须要有这么个过程 不然它这个一切呀 里面那个除了这儿 那个肉浆 上完浆以后 管它滑不好滑 虽说不是牛肉 但也要直嫩 也要直嫩 这做出来 也是涮滑的 非常好看 给它第一口 再来点味精 好 放入点胡椒粉 来上一点酱油 我这个肉片呢 里面等于加上水了 你把这个肉片给它刮得 刮黏了 就说明咋呢 嫩度上了 你看 这个效果还好 现在加入干淀粉 半个克 来下水再看一看 这行可以了 调这个碗汁啊 在饭店就是要有高汤 这就是老汤 加这些汤汁 酱油 先来确定一下 这个颜色 好了 再加上醋 就不用加锅边醋了 这些醋是 10克 盐 味精 糖 糖 不能多啊 糖在这里提鲜 淀粉 淀粉给这些 在这个原料的表面 略微溢出了一点才好 哎 好了 就这样 现在啊 怎么 看看 油 不翻光 你要放在下面去了 接触到锅边 肯定 往上 放气泡 啊 那就不算 这叫 凉油热烧 现在这样往里 滑 滑好的肉片 是板形的 一片一片的 你要是 温度过高了 除了一个担子 一个担子的 不好看啊 这么一波动 你看这个效果 非常不错 现在给大火了 这边最多快了 看 倒出来 反正吗 现在啊 这个火 要连段起来 看 把这个蒜 三分之二 拿出来 放汁里面 现在把葱姜 放下锅 炒出香味 Bak encuentro 放上料酒 银 酱油 加上银 大蒜 滑铁 这Plus 将能吗 就可以 用下压油 Permet 这些东西 不是 这是or 白料油 把锅边上打 再来一点点 锅边醋 不少 要滑溜溜才打算 来 看看 色泽酱红 入口滑嫩 鲜香适口 回口呢 突出那么一点点的蒜香 喝这个醋香的味道 来 咱们看看这个嫩度 非常好 外面挂的汁还不是很多 入口绝对性的滑嫩 要不会做这个材料油 这个就是往里烧下的花椒面 大锅的时候呢 或者放点花椒粉都可以 最好吃材料油 未有了材料油 这个菜是80% 好了 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